南沙港区是目前全球作业效率领先 冷年配套设施最完善的港口之一 这里有先进的四旗全自动化码头 工作人员通过控制中心的超级大脑 可以对生产作业各环节的无人设备 实现智能化管控 这里也是内地最大的榴莲进口港 从今年的4月份到6月份期间 累计是有超过6万吨的榴莲飘洋过海 抵达到南沙港再销往全国各地 这些装有进口水果的集装箱 通过船边直体 最快可以两个小时抵达广州江南果树批发市场 除了硬件设施要高效 亦来不开规则制度的远对接 针对榴莲二难 南沙港开设榴莲快线配合海关实施提前申报 船边分流措施 实施大船即靠即射 提前通关快捷出集 为了这个留言快线 提供了24小时通关的一个业务 传播值靠率达到90%以上 自动化技术的引入 也改变了传统现场单人单机的操作模式 实现了一对多的设备远程监控 对于不需要直接提货的水果 直接混网林港冷库 最大程度降低水果选耗率 哇 这里真的是有一种一秒入冬的感觉 那现在是零箱23度 我所在的地点是号称亚洲最大冰箱的零港冷库 那这个库间它存放的主要是冻肉品 目前一期项目是建成了三座冷库 库容量超过了22万吨 真正的实现了从查验到存储 全流程不断冷 一旦是冷链服务 林港冷库属于蓝沙国际冷链项目 和蓝沙港区形成港口 加园区冷链货物集散模式 这条冷链大大降低了进出口水果选耗率 对扩大市场半径犹为关键 比如例子通过清洗 冷冻和真空包装处理等步骤 保鲜期可以达一个月以上 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南海港区的 一个政策叠加优势 为客户提供动品产业等公共服务 充分发挥港口加园区的产业联动优势 提升物流时效降低物流成本 上半年南沙港进口冷链商品 接近176亿元 跨境电商相关的新业态 也在蓬勃发展 位于南沙的全球优品分拨中心 数字服务贸易平台 可以对进出口产品的数源数据 进行集成应用 还创新地以数字化方式呈现 企业贸易资产 赋能电商企业 已经对接了11家银行 包括香港、澳门和很多中资银行 还有八家类金融机构 通过DHTP的数字场景对接银行 就很便利地能够获得银行的线上值代 依海而生,向海而行 目前广州、垃圾港已经累计开通 154条国际班轮航线 实现集装商吞吐量超1800万标商 南沙自贸区累计形成884项制度创新成果 外贸进出口总值近3000亿元 在国家新区营商环境评价中 位居前列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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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也